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上個月我們提到 中國不同地區將漲水電費、瓦斯費、天然氣等等費用不等 超過10-35%之間 結果在5月9號 中國媒體就說 廣州市民要求咱們政府漲水費 這是基於廣大民眾對提高水價的信心跟心願 熱切期盼 那我們中國政府只好聽取民意 順天意 最後做出漲價的決定 唉,做出這個決定我也非常的艱難啦 但是你們希望我漲我只好漲了吧 真的非常搞笑齁 現在全球能源危機啦 各種資源都在漲 這個能理解 所以各國政府啊 如果說要漲 我覺得也很正常 但你不能說因為 是民眾要求自己生活成本要變高 是民眾應該要體恤政府自發性的 而呼籲要漲價 這個就很誇張了對不對 因為今天你就是很純粹的站在消費者立場 你今天如果買一瓶可樂30塊 不會有人覺得太便宜 還去抗議 唉 你這樣可口可樂公司怎麼賺錢啊 漲到45 漲到50 不然我就不買了 不可能啊 沒有一個消費者會主動的去這麼做 哪怕你是納稅人也是一樣的 那你政府可以弄各種的理由跟原因 或是你可以拿出各種全球或是自己國家的財政收入跟數據 可以跟民眾講喔 為什麼這些數據攤在這邊 所以我要漲 這個我覺得都還能接受 但你不能甩鍋說是因為民眾希望要漲 這就不一樣啦 這就非常搞笑啦 而5月9號當天啊 廣州也召開了漲價的聽證會 那17個所謂的民意代表來參加 包括各種公司老闆 人大、政協、醫院的代表 還有所謂的平民消費者 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名單啊 有8位是這個所謂的權貴代表 什麼公司老闆、人大、政協、醫院代表之類的 那剩下9位是所謂的一般民眾 那怎麼看一般民眾應該都是占多數對不對 這個聽證會感覺會比較往照顧民間的 一般老百姓的這種政策去走 聽取這邊的意見 但事實上這個聽證會它沒有選擇權 你說是聽證會 你不如說它是一個投票會好了 中共政府直接在這個聽證會上給大家兩個方案 那這兩個方案你必須做出一個選擇 哪怕今天方案一只有一票 方案二零票 那還是方案一當選 所以也就是漲定了 而方案一最終獲得9票 7個人選擇了方案二 只有一個人兩個都反對不同 而方案一是基於民間漲幅最高的方案 我們都知道這個漲水電都是會有分 民間用電跟非民間用電 非民間用電就是這個工業啊 商業之類的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方案一啊 最低的水價從1.98塊人民幣漲到2.6塊 那最高的水價是從3.96塊漲到7.8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漲幅啊 跳通是非常的大喔 而方案二啊 是最低水價1.98 漲到2.46 最高水價從3.96 漲到7.38 雖然方案一跟方案二看起來漲幅都很大 但起碼方案二對民生這種用水漲幅比方案一還來得小對不對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方案一的非居民生活用水從3.46漲到4.56塊 而方案二是從3.46漲到4.81塊 那可以發現啊 方案一對企業工廠政府單位用水漲幅是最小的 所以呢 方案一9票當選 不管怎麼樣就是要漲啦 但是漲的這個負擔要給一般民眾負擔 我們公司啊企業主不負擔 政府不美不負擔 因為這是民意對不對 然後呢 選一個對普通人漲最高企業漲最低的方案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聽證會其中一些片段 兩個聽證方案 簡單來說就是方案一 居民水費漲得多些 企業漲得少些 方案二是居民給的水費少些 但企業負擔更加大 因此普通居民消費者代表大多數支持方案二 而非居民代表就支持方案一 其他利益相關方廣州市淨水公司都支持方案一 另外有兩名普通居民消費者代表也都支持方案一 他們說雖然方案一居民水價漲幅相對較大 但仍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同時可以降低商戶和企業的經營成本 有利於廣州經濟發展 單位的受益有保障 我的家庭收入才能穩定 我們也將繼續推出更多惠民立民的服務舉措 體現了價格管理辦法中公平負擔的原則 二是從優化營商環境角度出發 方案一可降低工業商業用戶的經營成本 中共這個操作成功點燃民間企業跟普通百姓的對立 千錯萬錯都是資本家的錯 打倒走支派這個概念一直以來都存在於中共國 我突然想起幾年前有一個叫做李愛國的粉紅 天天拍片通罵我 老觀眾應該還記得2020年那個時候 那最後他自己還跑去生外賣還有打螺絲 結果被坑錢非常的少 還拍片說都是資本家的錯 對吧都是郭台銘的錯我去富士康打工啊 哎好累都郭台銘的錯 我從郭台銘這邊離職啊我跑去送這個美團外賣 啊又被坑 美團外賣這個臭資本家又是資本家的錯 結果他一個月大概賺兩三千塊人民幣吧 他就拿起來拍大頭照對吧 秀那個錢好像這輩子沒有領過這麼多薪水一樣 最後他被其他的粉紅內鬥嗆 說你李愛國不配代表我們愛國群眾去鬥台獨 因為你領兩三千塊太丟臉了 即便是我們領兩三千塊三四千塊 我們也不會像你這樣給境外賜刀子 所以你肯定是個反賊 最後他也痛哭拍片說我不拍 非常搞笑 反而不是被台獨鬥垮 是被你們自己小粉紅愛國群體給鬥垮 呵呵呵 而廣東地區的人民啊 在幾年前其實就拍過影片來預言諷刺這個水電費的問題 甩鍋給民間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外國熱情高漲 自來水公司順應民意 提高水價 蛤?蛤? 你 你不要忘了 我真的有記者在面前 說要反對水價上升的 那肯定就是那些記者傻的了 你去到記者會大卡大了 通過街坊都知道的啦 他們還敢報導的 那既然可以花錢請水鬼買通民意 都可以收買記者或者是報社的了嘛 果然是神預言啊對吧 順應民意 真的是非常搞笑 這句話不就跟古代皇帝一樣嗎 我順應民意 集大位 當皇帝都是人民授權上天的旨意 希望我統治你們的對不對 而比較搞笑就是這個 其中一個非居民消費者叫做黃志輝 他開了一家餐廳叫做清林石斧 就有非常多的廣州網友去嗆他 說什麼 就是你要求提高水價的吧 叫朋友以後都不要去你這家店消費了 你們真狗 你的主人讓你搖尾巴 你不敢搖嗎 就是你這個爛堪贊成提高水費的嗎 這麼強烈的要求水費漲價是不是有利益輸送呢 聽說在聽證會上你們老闆覺得水費太低 那你們閒賺的多可以降價回饋給消費者嗎 希望你們好自為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黃志輝確實在這個 聽證會上面說 哇餐廳裡面每個月水費七八百塊人民幣 現在做餐飲業的沒有以前那麼好賺 所以我希望你們水費不要調的太高 所以他確實有說這個話嘛 而且我上網找了一下台灣的這個 餐廳的水費 或是一般飲料店的水費 你們這個價格 水費的價格好像比台灣還貴一點 而且台灣的 中位數薪水跟平均薪水是比你們高的 所以這樣的生活成本其實 在中國是算蠻高的 沒錯啦 而這就是我前面說到的 中共非常的厲害 成功的把矛盾轉嫁到民間企業跟民間消費者身上 就是民間百姓身上 但是投票的不僅僅只有這個 所謂的餐廳老闆 人大代表呢 你們怎麼不敢去噴 對吧 還有這個政協委員 還有這個其他利益方 說人大跟政協好了 你們不敢去他的辦公室前面噴他 然後你們去噴一個企業老闆 而且說實在話的 這些企業老闆 還有這個開食堂的 開餐廳的 他的權力沒有人大代表大 一定是人大代表有一些關係 逼迫他們做這件事情的 人如果在牆內他要逼迫你做一些事情你好像也不得為之啊 不然你就變私通小勇士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把矛頭要針對是政府人員 因為這個非民間用水不僅僅只有 什麼餐廳啊工廠 就是漲價幅度比較低 政府單位醫院也是耶 你們應該最要噴的是有權力的那個 中國政府那個中共 對吧我說如果要噴的話 所以不要把矛頭都變成都是資本家 永遠都是資本家 搭到走自派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些輕鬆搞笑 最近央視拍了一條 關於中國航天特技師 葉輝的 專訪影片 其中就說到葉輝有徒手 實現五奈米 超精密研磨 蛋片的能力 但為了不讓指紋 影響表面的粗糙度 我還把指紋通通都磨平了 我是一個沒有指紋的人 像這張圖啊 這個就是蛋片 中國的這名技師可以徒手磨出五奈米 那這條影片一出之後啊連中國網友都看不下去 紛紛痛罵 我們距離徒手磨5奈米晶片 不是夢想啦 超音感美啦 我們不怕這個歐美的制裁啦 我們不怕台積電不敗我們晶片啦 但是啊 央視的小編就回應說 我們不可能徒手磨晶片的啊 還是得靠國外的光刻機嘛 這邊 說的5奈米啊 是指 表面的粗糙度 並不是晶片的寬度 不是同一個概念 我們人啊 沒有辦法用手磨出啦 這狠狠打了幾年前小粉紅說我們要徒手磨晶片的這個梗圖 最近還有一個小粉紅跑來台服玩遊戲 發現啊有一名玩家的名稱叫做斬首獨裁國賊習近平 那我們也可以發現啊 這個叫做斬首國賊習近平 他應該也是一個中國網友翻牆過來的 因為第一是簡體字嘛 第二取習近平 那這個名稱啊 就讓小粉紅大破訪了 跑去台灣的客服監禁 還發了小紅書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玩台服的朋友們 剛剛有碰到這個噁心的人嗎 剛開始我開小窗 看直播都沒注意到這個人名 打完之後 我靠 姐子把我給氣死了 跟他打歌 我感覺像自己吃了一坨S一樣呢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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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死了 原來你說跟這個叫習近平的玩家 玩 是跟吃了一坨S一樣 所以你在侮辱身上嘛 你自己先滷滑啦 最搞笑的是什麼 他把這個 斬首國賊習近平這三個字 給打馬賽克了 你在小紅書上面抱怨一個打馬的東西 網友都不知道你在抱怨什麼 你為什麼要打馬呢 你慌不慌疼啊 你知道自己這個行為就已經 抵觸你愛的這個國家的自由啦 有時候打英雄聯盟 我也是會看到一些翻牆的小粉紅 全民說什麼 打倒蔡英魂 打倒拜登 諸如此類 結果 你們這些遊戲名詞還不是存在於台服 那我看你們取 蔡英文跟賴清德的名字 我也不會有特別的破防 對吧 我會覺得好好笑 一定是小粉紅 就這樣而已 僅此而已 還記得2020年中印泰奶茶大戰 泰國人痛罵小粉紅跟聖上 那小粉紅也不甘示弱的反嗆泰國人跟泰國政府 結果泰國人不僅沒有破防啊 還跟著小粉紅一起罵泰國政府 當然啦 罵完泰國政府還是要罵一下中共 但小粉紅就是接受不了跟泰國人一起罵中共政府在罵泰國政府 所以你們翻牆的小粉紅有沒有發現 你們有時候翻牆出來 然後跟一些台灣人在罵台灣政府 罵一罵對我們會跟著罵 但我們也是會罵中共但你們就不會罵中共 這就跟你們說的啊 你們也有言論自由 你們也可以在天安門前面罵蔡英文罵拜登 反正啦 泰國人這個行為就讓小粉紅一下給破防了一下傻了 蛤 為什麼 你們罵自己政府還罵得這麼開心 我聽到別人罵我們國家政府 這次罵那個偉大領袖我會破防呢 這個就是民主國家跟獨裁國家的人民區別啦 你要批判蔡英文的政策這些 我覺得都可以討論都可以講 你要批評蔡英文的外貌跟人身攻擊 或是你要叫他下台 這也是你的自由 反正520我跟你各位說啊 還有跟你各位粉紅說啊 蔡英文他下台定了 小粉紅你們的心願啊 即將達成 你們8年抗戰讓蔡英文在520下台了 6天後他就要被你們打倒了 心不心動 暖不暖心 8年抗戰可不是白費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不想記得 一兩碗我粉紅是我 我是八角下次見啦掰